聽說 飛雪他們真的帥得很順 看著他駕駛 你住幾天 你住幾天 會 我有問教官說 女憲兵要幹嘛 他就跟我說 女憲兵只要 屁啦 你覺得好嗎 到處了以後 從來沒有接過電話 你在部隊的時候 他如果 謝忻 謝忻 斷了 謝忻 像女憲也是這樣 好美 謝謝 亂跳一雙雙 這也是我們第九十八是完美的 對 實在太完美了 差兩次就一百了 說真的喔 算算年紀我們也三十好幾了 對 但是五哥你記不記得 你是什麼時候具體的 讓你自己覺得 你 重大人喔 那就是在 第一次 第一次找謝 一個阿姨走到你房間 對 然後你就出來了 阿姨做了一件事情 阿姨開門就出來了 就讓我想到一首歌 什麼歌 阿姨喔 阿姨 阿姨不錯 我們的這就是當大人 我們的這就是小偉黑暗 我們的這就是世間時 幾天夢也夢也夢 帥 沒錯 所以你對那個阿姨 就是那個阿姨 她是我鄰居 她就給我 我家的兵單 通知我要當兵了 當大人當然是當兵啊 接到兵單喔 對 阿姨其實不要留下 這個第一次 還是這樣子 對 這個中圍路轉 竟然開場是這個樣子 完美 OK 又隔掉 又不像她的講的那樣 是 小謝比較不行 以為張 結果完全高 他們可不可以一直講話 這個字幕要怎麼出現 阿姨開門我就出來了 出來了 不是 張維竹老師 張維竹老師出書了 這麼厲害 轉動 就忘記了 這個可憐 兩本 對不對 兩本賺多一點 一個兩本 兩本 這兩本書講句實在話好不好 它板稅東東都捐給花東 弱勢兒童 由迪士尼圓夢 已經 就是這邊的收入 全部在花東的 全部 已經去 已經去了 回來了三十幾個這樣子 你終於醒了 醒了 對啊 工作而已 花酸引力啦 因為花東的小朋友 生活很辛苦 這個很霸氣 不是 我們來講你的書好了 2018年開運 農民立張維忠 這個是知道你每年都會出 對 OK 那 工具書 這一個 好運99108兆是什麼 這個 因為很多小知名 新年來了 對 大家都想好運 對 那這個有給大家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 開運小便宜 一般人認為開運氣象物 動輒百萬或十萬 千萬 這個只要 隨手信手點來的小東西 經過自己的一個加分 就是一個開運氣象物 所以小知名買得非常多 不好意思 講一句不謙虛的話好不好 好啊 不過可能還缺貨 不是 這告訴我們幹嘛 我們沒有 七文 不是啊 對 你講這樣 你缺貨大家買 你買不到啦 賣得很好 很厲害 趙老師你現在哪裡當兵 因為我們有大學沒有畢業 所以我當了三年的兵 然後到處移動 移來移去 那個金門也有 澎湖也有 你陸軍 空軍喔 你空軍啊 空軍喔 對 空軍 但是我過得很好 空軍有這麼矮的 開玩笑 所以你是警衛旅的不是吧 我是防砲 然後我是雷達站 雷達站好一點 AOC有沒有 因為防砲很累 對 但是我是雷達站非常輕鬆 我當下司班長 我是躲在那個總部 本部的營部的那個 總司令的下面的地方 總司令的下面 所以總司令在那邊辦公里躲著 胯下 對 在亂講 真的啊 確定 整個本部總司令 我們下面是雷達站 接收訊號 來自於各個地方的訊號 位置啦 位置 OK的 那個非常棒 這個三年對國家沒什麼東西講 不是 好啦好啦 今天要講什麼呢 今天要講 登大郎美女 登大郎美女 什麼樣的美女 怎麼講 當兵裡面 不是啦 登大郎想到國軍 當兵 所以這些 國軍的美女呢 今天要來幫我們登大郎 沒有錯 除了 也就是一種 軍中情人的意思 對啊 好會 這要是 漂亮 超棒 這些女性的軍人們 進入部隊後 著死 讓我們以前那個 完全雄性的單位 有了不同的活力 當然 女人當兵 有女人當兵的好處 是 簡單來講 細心度 絕對贏過男人 那是 沒錯 今天我們請到了這幾位 來 來 代表各軍總 OK 這個是軍總會啦 很多沒當兵的人了解一下 是 陸軍軍會 是 海軍 空軍 恐怖的憲兵 憲兵 這三個 都怕他 對 對 那我們二話不說 我們從陸軍開始 好 首先歡迎陸軍代表 他嚇死人 歡迎 嚇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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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我叫張玉慧 那我是在陸軍專科學校 本部連服役的 本部連 你當兵當多久 當兵當了將近五年 妳是從什麼開始升到下士 從二兵 五年才升到下士 對 什麼感覺 有點心虛 不錯了 五年可以升到下士 女生要升 以前我們是有這個 女士彎班還有一些 特殊專長 對 受訓 回來可以站缺 比如說以前我是通信的 如果我們去受訓 回來可以站下士 下士 先生下士 站中士缺 是這樣子 這麼缺 就是我啦 這麼缺 就直接跳 連跳兩集耶 我們是通信 通信已經不太一樣 算專長啦 對不對 我們是不太 我們是高級 不像有一些人 我們是做過下士 我都沒講你 欸 這幾個 對啊 那請問一下 就是本部連在做什麼 本部連就是他們的 你是情務連 對 學校就只有我們一個連而已 你們有多少人 全連滿邊是一百八十個人 一百八十個人要顧一個 這麼大的學校 還有國防 還有戰哨 對 戰哨啊 天啊 你們會累死吧 太多事了吧 請問你一個女生長得漂漂亮 當初怎麼會去選擇當兵啊 因為我就想要經濟獨立 我不想再跟 你想要經濟獨立 經濟 經濟獨立 剛進去的時候 二兵是多少錢 兩萬七 很高耶 二兵就兩萬七 算還不錯 十年前 所以現在更高的意思囉 現在三萬三 三萬三 二兵三萬三 上六千耶 對啊 二兵三萬三 我們以前要二兵一千八 對啊 是 現在密兵字 是一無異 是一無異 那OK 你覺得 女兵給人家一個 既定印象 你很不高興是什麼 就是他們會覺得 奇怪了 你理那麼多錢 可是你 那為什麼你不用去 你為什麼不用站夜哨 太正 沒有啦 其實不是太正 上廁所不方便 不是 是因為那個哨點 會比較危險一點點 比較偏僻 對 比較偏僻 不適合女孩子 對 就像我們 那個彈藥庫有沒有 都在營區的一角 甘蔗園旁邊 什麼之類的 是 OK 就是你一道步的女生 女生你哪有體力的 有 也是會這樣子 那你們體力到底好不好 體力不好還是要好啊 就跟我們一樣把它練起來 對 把它練起來 那一去會被歧視 有學長也是會 就是會刁難你一點點 對 可是後來就 可能你在站哨的時候 就偷偷幫你帶個 小餅乾給你吃 嚇我一下 我要站 我跟你講 今天這邊站到 這邊很危險 來 我跟你講 新來的 是吧 我們這樣站好了 學長給你信心 是名歸的 給你看到一條 那請教一下 長官對於女兵進到部隊 是什麼樣的感覺 一方面也會覺得很新鮮 第二是 我們要花更多的心力 去照顧女孩子 那連長曾經誤化過你們女兵 有 連長這麼講 對啊 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我是招募人員 是 那他就說 你長得這麼漂亮 那你就去國具人才招募中心 去那一個幾身 那名單就會送到你的名下 這樣子 對 那後來你就去拉了一個 就進來 我當然沒有去 對 那你對他這個 你有當場當面給他抗議嗎 沒有 就是 我忍氣同身了 那個時候妳的關鍵是 下室 下室就扁了 那你聽應該很氣吧 很氣啊 可是就 忍住 對 也不能怎麼樣 就出來之後 就不找好的話去做 對啊 修讀人家 以前多少去當兵的 尤其我們那個年代 你看我那時候去當兵 我去錄 我好好的 對不對 我也踢個汪頭去 我不過個個性 我寫一個內向 就被尷尬了跟狗一樣 就是要搬走走過來 你內向 那世界上沒有外向的人了 包內向他發內向 不是 這是我 扶掉 然後改外向 你這麼誇張的 以前很誇張的 內改成外 就對我們演藝人員 不是太滿意 你有對阿兵哥發過筆記嗎 或得或少有啦 可是阿兵 還是 阿兵哥會對你 怎麼樣 互相激怒你 那個年代還是有關鍵的對不對 對 那時候還是有 那你有關過人家的景品 沒有啦 我怎麼敢 你不是有差一點想關他 關景品 有 他怎麼了 他是學弟 他是 二兵 一兵了 牆壁了 我們那人家牆壁了 你知道嗎 一兵打他 你下飯上以前很嚴重 對啊 那他為什麼要拍你桌子呢 那個時候其實是 我是調度士 對 那只是我在 背執行 我是執行班長 那我沒有時間去 那那個 從事那個 文書的作業 對 那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都不用做事情 我就跟他說我在背執行啊 對啊 我也不是我都不做 對 那他就拍桌子了 他就嗎 講髒話對你 對 XXX 那你憑什麼不用 背執行 憑什麼不用去做這件事 背執行了不起這樣 不過在我們那個年代 這個就完了 那不行嗎 就是以前上病要退伍了 剩七天 我是下士 在訓練中間 跟我大吵聲你知道嗎 我就拿可以 砸過去了你知道吧 沒用 砸過去了 有用 他手斷 因為沒打他 對不起 就打他啊 客氣啊 不打他 你不會 結果呢 有結果嗎 就是打到最後 因為你不打他 我還要混兩年半啊 他走我怎麼過日子 對 人家說 屈哥是問結果呢 結果兩敗句商啊 你又被鬥 其他的他同屆要上來你知道嗎 來一下 打一下 吸起來這樣子 講得好不順 你這個亂判 你這個亂判 後來 做的戲 你演錯了 什麼樣 你當時那個位置 如果你不這樣做 沒有辦法 對 對不對 打過完之後 我寒扣完之後 走路有風 真的 因為他那天不寒扣 第二天的浮屍就是他 對 如果再不寒扣的話 我那是滿清秀的 可能都會被 我告訴你 真的啊 可是你怎麼講 我怎麼不信 對啊 哪里會清秀 當時照片哪會看 對啊 來 你這個好像 日本明星喔 韓星嘛 你叫什麼 你那個是日本 很清秀耶 對啊 那個色色子隊的那個 對 那怎麼會 我長那麼清秀 我那時候想讀國光音效 讀不進去 那怎麼進回來了 這就進回來了 你們三個算什麼 因為國光音效有那個身高限制 有嗎 有 你怎麼敢講 你怎麼敢講這個話 因為那個時候要 他那時候考試的時候 老師也看不出來他的個子 那個時候是那個 男生要165以上才能入學 那我 老師我去體檢是165 我猜164 我就把那個1呢 改成4 我想說比較 比那個165接近一點 結果我就入學了 有 我進學校的時候才161啊 對 那你現在168 胡亂吧 168好了 胡亂好 178了 胡亂吧 我們上次不是良了嗎 進學校的時候才161啊 對 那你現在168 胡亂吧 168好了 胡亂好 178了 胡亂好 我們上次不是良了嗎 那是良 我是 為了你 我沒講出真相 我沒講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好 大大小小的隱居 當初在建立的時候 一 就是承襲那個日劇時代的時候 軍營嘛 二 就是要地 要地要什麼 要沒人的地 沒人地是什麼呢 亂葬法 一挖 隨便處理 就不對了 然後在最好的地 就是那種荒涼之地 無人之地 那已經算最好 算最好 所以在部隊之中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那種 傳聞 林意 對 比如說 那個 陳惠明就為了這個事情 他賺了不少錢 軍中鬼之事 你在部隊也遇到 很奇怪的事 就是我半夜在睡覺的時候 就算覺得怎麼 我的小腿被摸了一下 那可能連掌吧 那應該有滑 沒有啦 那是女生 女生是住在女生宿舍 剛剛不是 我們不是混居 混於一個 溫泉飯店 我們這個是那個 男女有分別的 對 共和 那摸一下大腿 對 我就醒來 我以為說是同情室的女生 就是要我陪他們去上廁所 之類的 對 之類的 那我就起來看了一下 就還往下翻下去 看說下鋪的人在不在 妳睡上鋪 對 然後大家都在 我就想說 啊 算了 那繼續睡覺好了 隔天早上起來 我就問大家說 你們昨天有人叫我嗎 他們說沒有啊 我的睡在我對面上鋪的學妹 就跟我說 學姐 其實我不敢跟妳說 昨天晚上九點半 你們還沒回來寝室的時候 我在寝室睡覺 突然我的床就 然後就咬了一下 可是其實 那晚上就接著就是我 對 妳看看 就被摸那一下 知道我們當年有多辛苦了嗎 那 我們晚上那個床 我們是在幹嘛 在玩 我沒人爹的 自我輕鬆一下 心裡壓力很大耶 很大 還有大大小小的傳說 那妳到底喜不喜歡當兵 其實我覺得 還不錯 對 妳在下市的時候 那時候拿的月薪是多少錢 我要退伍之前 我拿的月薪三萬五 很好耶 現在就是跟社會上 而且有吃有住耶 對啊 有吃有住 國家的 鞋子 襪子 對啊 你注意到都快了 各種優戴跟減免 你們那個士官內衣褲 有沒有提供 男生有 女生是 就是一個補給費給你 給一個經貼 自己去買 那還有規定一定要迷財嗎 沒有啦 賣迷財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你穿個桃紅色的可以嗎 怪了 你穿什麼顏色都可以 對 就顏色啊 樣式不拘的 你常常看不到啊 對啊 可是迷財服裡面 就是有一個迷財內衣啊 那樣 那個一定要穿 對 那個一定要穿 所以那你們內褲也可以穿天智褲啊 可以 不穿也可以 是 那你們肩住宿舍帶來宿舍 你想幹嘛 你幹嘛 想去敲門 對 就掛紫心 這個禮拜我掛紫心喔 我沒有穿內褲 真的嗎 真的 看我一下 什麼畫面 你為什麼要退伍 你覺得不錯 時間到了 就是服役年限到 你講得好恐怖 對啊 那前一陣子不是部隊說什麼 你們這種可以 回去再當一個 就是覺得如果有這個機會 就是我們的國軍 還希望我可以回去服役的話 那我當然也很樂意 真的假的 對 其實我跟你講 國軍你希望我回去服役 我也是很樂意 那以我現在的年歲 就直接讓我當少將 少將你才願意對不對 直接放我這樣 對啊 那但是我也不要把煙霧 好啦 這個你還是很有心 那我也謝謝你 那為了這個部隊付出了五年的 那個努力 青春 是 最後一個問題 五年來你覺得當兵最累是什麼 其實我都覺得沒有到很累耶 因為有的東西就是你忍過去就 算了就沒有了 你太適合當軍隊 連粗糙都不會忍 他們那時候粗糙 跟我們主要不一樣 我們以前槍林彈雨 他們還好 真的 現在跑三千什麼的 對 以前我們隨便跑也五千 是 而且一天還跑 我跑過一天 中午一次五千 下午一次五千 兩拖 你知道為什麼 本來跑五千就沒事 因為老兵也很賤 跑去躲起來然後被抓到 要再跑一下 再跑 那我們信兵不知道 我們繼續跑 跑完了就 跟狗一樣 然後就看一票人被罵 怎麼被罵 為什麼 好像因為那一群被抓到 那那一群都是老兵啊 你就 再賽 就要幹得好 就只能這樣 是男人 來 請坐 歡迎 謝謝 船艇喔 船艇 船艇 報告一下你一天船艇 幹什麼的啊 我是那個海軍艦艇 我是 隸屬腰兩次艦隊 腰兩次艦隊 在左營 你退伍多久了 六年 對 差不多 為什麼 抓起來 抓起來幹嘛 這可以講啊 十年之內不能講 哪有 有 對 我會忘記 對 我會忘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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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忘記了 你是什麼人 你是海巡的 海巡 海巡跟海巡好不好 沒有錯 其實應該算不錯 抓起來 抓起來 很好的 聯作法一起抓 同感 同感 聯作法 通水 海巡 海巡很厲害 海巡喔 很少 很少女兵 這個厲害喔 真的嗎 你剛剛是多少艦隊 不能講 你那個訓調 人家是一路 一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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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資格八年了 老海 來 還有一樓 下手 謝謝 長官來 長官 就是長官 當了八年啊 是 當初怎麼會進入部隊 其實我當初是 原本是要考警察的 對 因為我爸本身是警察 是 對 所以他覺得警察的 警察界太複雜了 所以軍人比較單純 是啦 這樣比起來 軍人確實是 真的單純很多 請問一下 你有上船嗎 應該不行吧 女生不能上船 我是艦艇 你是艦艇 是 請問你是戰艦嗎 對 那你是什麼 登陸艇 橡皮艇 應該是楊字號還是三字號 楊字號已經太除了 太除了 你沒那麼老 你是成功級的嗎 不是 我是忌德級 忌德艦 忌德艦 對 你小艦艇 我是Lava耶 忌德多大一艦 是啦 忌德算是最大的 一級驅逐艦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你從二兵到下士 這個走了多久 我四年的兵 四年的士官 一個XX是什麼 這是B 它是文書 文書 文書還好 你那個說什麼 烏龜 烏龜 我是什麼 航海 我就是一個矛吧 那你是什麼兵矛艦 你在船上是負責什麼 輪機 航海 在甲板上 比較輕鬆 最辛苦的是輪機 對不對 可是現在的艦艇 真的比以前的楊字號 三字號好太多 現在有些船都已經有空調 當一個海軍 當然跟陸軍 跟空軍不一樣 因為常常在海上 對 你暈不暈船 其實剛上去都會 真的假的 吐慘了吧 太痛苦了吧 是沒有到吐啦 其實是會不舒服 你有沒有暈船 航行的時候 反而比較不會暈船 因為你是有速度的推進 原地 停下來大陸醫師 原地很不錯 就會很不舒服 是 你會不會暈船 我 你會不會暈船 你有沒有做過船 郵輪 在郵輪上面表演 大型的 那個會吐嗎 那個其實也 那個晃得很厲害 其實它很大 但是也會晃 那你就會暈船 像我是不會暈船 真的假的 你搭過最厲害的艦是什麼艦 我搭過最厲害的就是運輸艦 那個中志浩啊 楊志浩啊 好傳可惜了 我們那個年代 最厲害就是楊志浩 楊志浩 就等於現在的既得艦 既得艦 一級驅逐艦 我還指揮過直升機耶 真的假的 撫車 離開 撫車 我一直這樣 你不要搖開 不要嚇 回去 因為我們去拍戲 因為我演那個 直升機的室館 然後我們就拍一個 叫它起飛這樣 很過癮 看到直升機降在那個 軍艦上很過癮 算了 那個很難耶 那個很難耶 那個風壓很大耶 那還有不能有重大疾病 何為重大疾病 其實在城上的 雖然是有衣冠啊 但是設施 並不會像是在錄案單位 那麼的完好 那個只能治標 不能治平 對 所以說 比較重大疾病的話 就是可能是... 心臟病 心臟病應該不能當兵了吧 什麼之類的 那一種比較突發性的 比較可怕的 就可能就沒有辦法在船上 性病 性病 我們在跟那個 優良的海軍和弟兄們聊天 然後一個海巡的罵海軍會有性病 個性有毛病 你這個行為真的是 性格上有毛病 我希望所有肯定在海軍服役的朋友 記得這一刻 我們在既得件上 你記得去 好不好 記得去 那你剛上船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 就算是既得船 既得件 其實跟一般錄影他講 他的空間還是狹小 對 你會不會很不舒服 其實既得集的空間 已經比其他船的空間還要大 當然大很多 對 所以其實不會說 有沒有空調 有啊有啊一定有 你們也有空調 也有空調 因為那個空調其實是給設備吹的 對 不然你那個會容易 海風啊什麼東西 超路 可以講出來 對 還有一個最重要 這個 這個 因為那個空調其實是給設備吹的 對 不然你那個會容易 海風啊什麼東西 超路 可以講出來 沒有 沒有 連漁船什麼都 這個 判我 他知道空調 是會不會怎樣 沒有 還有一個最重要 到時候那個和聲化的時候 空調是很重要 因為他把艙壓變大 是 那外面的東西進不來 是 你在部隊的時候發生過船 船跟船相撞 當時的狂狂其實滿恐怖的是 因為你親眼看到一艘大船 然後撞到我們的船尾 對 那你就 可以想像說 當然被撞的時候 一定是會 會這樣 對 然後所以我們的其實有斷 藍繩 那藍繩每一根其實都很粗 很粗喔 對 所以我們的藍繩斷了 好像兩三個吧 藍繩斷的這個 藍繩斷那個會 雖然看起來很粗 可是那斷掉的瞬間 會像鞭子一樣 甩到誰 回收對不對 謝祕 對 六年 你今天也是這樣子 謝祕 謝祕 對 我說是 一打到 打到哪裡斷哪裡 對 而且跟刀切一樣 對啊 它不是什麼打了 像車撞出去 撞 就比新拉波憋型還可怕 那那個商船 應該算很 頓數很大喔 商船絕對都是大 滿大的 一定比你們大很多倍是不是 對啊 要不然不可能有那種力量 那艦長有沒有生氣 你自己的開胖 說我開胖 沒有 而且如果今天 如果有幾個人在那個 甲板上聊天 你很廣 聊聊 他幹嘛 有點近喔 就來啊 我的天啊 那你覺得當作苦不苦 不太會 不太 你也覺得不苦 我也覺得不苦 海軍有沒有體能的問題 其實三軍都有體能的標準 因為我們體能標準是一樣的 OK 你們行政文書也要超體能嗎 我們每個人都要 當然 打仗的時候不同 你文書你不用去 對不對 你會游泳啊 會 真的嗎 游泳應該第一半吧 示範者 什麼示範 肝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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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當了八年以後 退下來 你的待遇好不好 也是跟他一樣三萬多嗎 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對啊 你們在船上是不是有 有海情加急 是 世關會有海情加急 那有給你錢 當然 加多少 有沒有加還不錯 一萬七千五吧 加油 一萬七千 你當專長 兩百六 我那時候一個月才六千五 對啊 義務易啊 六千五 謝蜜 謝蜜 那等一下 心事講出來 你不是海事學校 你不是有專長嗎 對對對 我是就是我的軍種是固定的 你覺得你一定要當海軍 一定要當海軍 我沒有自己的簽 不 我沒有自己的簽 差不多耶 所以說你們這一票 海事學校出來了 包括以前的中國海專啊 什麼 一定要 我是海洋大學 對不起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厲害 好強 所以你們那個是 全海洋大學的 男生 都是海軍 我要下海 十個有九個都海軍 還有一個陸戰隊 有一個比較慘嗎 之類的 那在部隊裡面 你覺得最辛苦 心訓的那一段 剛進訓的時候 不習慣 對啊 其實習慣以後就好 其實心訓中心裡面 最爽的就是 最後那個十五天 因為每天的那個生活 你已經習慣 那你也熟悉了 對啊 而且也沒有什麼學長來定 然後班長也熟了 對不對 對 賄賂的管道也通了 對不對 準備分發部隊了 分發部隊了 才要重新又開始 過了以後 又下部隊又是一個苦難 你們寢室也是 就是女生 專屬的一個寢室嗎 對 還是有分區 男女一定要分開 一樣 晚上一樣 一樣 時間到了地雷介紹 地雷 地雷 好 來 請坐 來 先地雷 歡迎 好啦 不得了 來 玉琳美 我跟你講這個就不得了 空軍不簡單啦 氣質風度最好 目前關接最高 長官來了 九年了 你長官來了 四四三連隊第一修補大隊 來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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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總共好 總共好 起飛 什麼飛啊 請問一下 OK 您是 起飛 你修IDF啦 是 IDF 所以說你是修護士 我是軍校畢業 然後 軍校 對 你是空軍官校 不是 航空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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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專門 那個應該算是 修飛機的一個最高學服 是嗎 應該是看專長 是 您的專長是 航空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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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飛機的電子儀器 雷達那些電子儀器 算是座艙罩裡面的電子設備 就是那個 對 一標版的 厲害 當初怎麼會去考這個學校 因為我們家 大部分都是有軍人 就是我 大部啊 大部都是 對 家裡都當軍人 對 大家都講說 女 就是空軍是少爺 妳覺得呢 其實我覺得不算是 因為空軍也有很 就是艱苦的單位 例如說防砲啊 例如說戰管 都需要帶比較高 比較偏遠的地方 對 可是你們 像你的單位 就是屬於技術性很高的部隊 比較專業性 有沒有被管制 海軍的閉嘴 沒有 你在家要看那個航道 對 看那個姐妹 航道 一個海巡 走開 好 那我請教你 就是說你們 像以前 我們在部隊的時候 通信的 比如說你是搞無線電 就會被管制 你們會被管制嗎 因為你們知道太多秘密 我們不算機密 妳會修飛機耶 對 修飛機 但是 我們是比較屬於就是 比較專業性的 但是那個也不算到 不至於到那個地方 對 撐不上機密 對 撐不上機密 而且年代已經變了 對 你看以前我們會一個無線電 就被抓 抓去這個管制 當兵妳覺得最苦的是什麼 因為我是 屬於是修護飛機 所以有些比較大型的組件 或是設備 必須要單人 體力 對 抬上去的 體力 而且有一點高度 那怎麼辦呢 妳怎麼辦呢 可能會 拜託學長幫忙一下 妳不會跳阿兵哥嗎 對 像他這種不屑的阿兵哥 我們不會 妳有勤務兵嗎 在旁邊 沒有 我們比較專業 所以 是兵的比較少 對 兵比較少 對 妳覺得 飛官帥不帥 有些帥 那有些 帥 有些帥一下 對 差不多 安全帽拿下來 抱歉的 妳退伍多久了 去年九月 對 所以妳現在是還是未婚 對 很辛苦 真的是把 而且 我問妳 就是 飛行員他們真的帥得很帥 妳不曾這樣仰慕動心過嗎 對啊 看著他架死妳 羞腹的飛機 超強的天主 他不幹 你飛這天 恰恰一出幾天 那種 鬼 那個 曾達不要亂講話 什麼叫他不幹 他不幹的那個感覺 TOP的那個 你講標準一點 他不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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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幹誰幹 他要幹 他不幹是立東 對 他有幹 你找了一點 他找 他找飛 找飛 你找飛 找飛 不要開玩笑 不要講話 冷靜 長官不好意思 是掃射 什麼幹 可是對你來講 你覺得 修護飛機OK 對 可是 反而是 叫你去招募 你覺得比較困難 因為 修護飛機算是 大家團體一起做的事情 可是招募 你是面對民眾 那民眾就是 可能 看他的意願 而且我的個性是 比較不會去強求 是 對 所以就是 會對我來講 有一些困難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招募的壓力 對 每一季都有 就感覺他的個性就是 比較內向 他比較喜歡專心 很細心的感覺 對 如果說我是一個飛機人 我的修護師是他 我會很開心 對啊 因為女生很細心 空軍的零件 是不能有一點 安全是最重要 對 你只要有一個螺絲 沒鎖緊 他出去 回來就是濕的 對 那還算好的 對啊 真的很可怕 那我想請教一下 上市一個月是多 四萬八 大概四萬 四萬七 四萬八 可是要扣一些 軍保啊 軍保啊 軍人保險 或是火石費之類的 你修的是哪一種飛機 IDF 他剛剛講過啊 這個文字很厲害 一開頭 國軍總的 IDF 因為我們陸軍 這個退伍時間太近 就會有健忘之類 對 我們都在義部隊 所以說原料 謝謝 謝謝 歡迎 好 好 好 憲兵 憲兵 憲兵是 比照同關階升兩級嘛 比如說他是衛官 他可以抓到校官 然後校官可以就是 直接 降官就是直接罵 可以 可以 後面是 可以 可以 就升兩級 我們也真誠 來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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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 唉唷 不是第一地球 來 歡迎 歡迎 有請 唉唷 唉唷 有正點耶 笑容可局 好想被抓喔 可局可局 你又有正 你待過憲兵隊喔 對 那你就是 也沒有 有啦 憲花 沒有 真的沒有 憲花 是... 那你當初怎麼會選擇當軍呢 其實是誤打誤撞 就 我們那個時候的軍訓教官 就是 上課就會提倡這個部分 就是希望你們就當兵 對 那你就被說服了 我有問教官說 女憲兵要幹嘛 他自己是陸軍的 所以他自己亂講 他就跟我說女憲兵只要 怎麼樣 接電話就好 屁啦 有這麼好兵 對啊 不過說真的喔 中國天新就好了嘛 你看他這個 這個是以前我們服役到最後的 最高製導員 如果沒有升到 什麼看不清楚 上兵 那現在一... 三條 看清楚 那海群的... 我跟你講 林文憲兵員 因為一般現在在 一兵就退伍 那以前我們是要掛到這個 你是要掛到這個 最後那半年在部隊裡面 超囂張的 這次是很著走了吧 沒有 很著走 而且這邊走前面 走... 你這樣走 你這樣走 這是誰這樣走 才... 韓國人 太辛苦了吧 這樣真的...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還要跟老兵叫這個 對啊 這個是會傳承 就是這個上兵的 這個背張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 褪色的 對 你這個新的 新的職業 掛到褪色的 布隆喔 這是什麼 你頭髮 就是表示厲害 表示 有收到 那到了部隊以後 就一直接電話嗎 真的 那你在幹嘛呢 主要職務是 我做招募做比較久 招募 對 憲兵其實要學兩個 一個就是 警察戰盡 就是軍方的 還要學那個 所謂的 警察工作嘛 對 對不對 那你受訓受了多久 我們在林口縣校兩個月 兩個月 現在是兩個月 對 以前我們知道四個月 我就是因為四個月 我才不去當憲兵 憲兵是最 最注重遺容的 在衣服上面來講 你們 燙衣服會不會很累喔 會啊 所以後來都送洗 給人燙 給人燙 對 後來送洗 給人燙 就是你放假出來 就旁邊附近 取久洗衣店 那現在兵好到 收假的時候 就直接拿衣服這樣 對 是喔 那婷婷妳覺得累不累 很累 妳覺得最辛苦就是婷 跑步 跑步 要跑多少 三千 一樣 現在大概都是三千 現在連那個 校級官員 趙將都要跑三千 男生也是三千而已 三千 只是那個時間的標準 會不一樣 他們三千是 太久了吧 太晚了 你們縣離跟我們不一樣 你們還要練習手槍啊 妳有練習嗎 對 在受訓的時候有 有打過 90 90手槍 我那天因為我們要爬山打靶 然後我爬到中暑 所以我最後有一個打 然後我們滿分是50分 然後我打了 47吧 中暑還是 是因為中暑才變準還是 可能是 對 中暑那個爬山就不用爬了 對 直接送到靶場打靶 對 也許先兵敷 對 可以了吧 這是什麼 打吧 抓起來 47分不錯 對啊 他們班長很厲害 他們班長在示範的時候 因為太厲害 都想 滿分 你這個 槍轉不一樣 對 你跟左輪西部 那奇怪喔 那個憲民 你在部隊看到 長官來你是 長官好 你是 那個是 那個是在陸軍受訓的時候 因為女生都在成功領先受訓 是 因為那個明轉兵的那個階段 你剛進去才幾天 你很不習慣 舉手禮 然後可是突然出現一個班長 你會很緊張 想到就是要趕快跟大家問好 就先班長好 然後那個 班長撒掉了 對啊 班長就很生氣 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就說我現在是墓碑 是不是 有 有 等一下一定會想到 絕對 告白師之類的 太突爛了 他也想到好 對 你要的香啊 那個事情就鬧大了 等一下 你當過目的啊 對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怎麼樣的目的 你去目的哪裡 這個 搖頭店 什麼 因為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專案 跟少年隊合作的一個專案 是 然後呢 然後咧 你想說什麼 沒有當目的是不是很需要熱情 當目的不要這樣 指來指去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因為 臥底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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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 請繼續 臥底是需要熱的 那你出臥底 那你扮成什麼 我就是 就是小洋裝 然後高跟鞋 就是一般的舞客 對不對 一般的舞客 然後進去就一樣喝酒跳舞 跟人家搖頭 那個案子前後大概一個月 那個一個月 你又常常去 大概進去 那你要假搖 我實際大概兩 三個晚上吧 可是就是整個晚上都在裡面 真的很酷啊 對不對 回不對 誰叫你喝酒 我臥底 我不這樣上冰 我穿了 真的要喝嗎 真的要喝嗎 真的要玩下去這樣 還是有賣茶 不是啊 你一定要同步啊 你居然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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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玩就好 你刀腳被人家殺掉了吧 幹什麼 對不對 對 然後就是 所以我說你們憲兵 真的不會做人 當初叫我去臥底 我跟你講 所有這些東西都給你插出來 真的 其實最會玩 臥底 臥底 都知道了 那有沒有喝醉 不會啦 那買酒誰付起來 對喔 國家付公款吧 好像是 對 好像是警察學長的錢 那可以喝很多嗎 那你們在裡面要幹嘛呢 我們就 怎麼臥底呢 對啊 比如說我們就要假裝喝醉 然後 因為他後面很多包廂 小包廂 那都是 都是開NO包 都在裡面吃 然後我們可能就要假醉 然後去開錯門 看看有沒有 看看有沒有 對或者是去 這招厲害耶 好酷喔 好酷喔 後來有 後來收網的時候 還滿順利的 很特別的經驗 那在部隊裡有沒有談戀愛 有 跟誰啊 學長 我的臉掌 我的臉掌 掌聲鼓勵 講了 他那麼多年 會臉 現在在部隊裡有沒有談戀愛 有 跟誰啊 學長 我的臉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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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 講了 講了 他那麼多年 會臉 真的假的 怎麼會跟臉掌這樣 臉掌 臉掌 很久了 那也是搞不定的男人對不對 你當初怎麼會跟臉掌 連線成功 他是我那個 心訓的時候的臉掌 不知道 就那個感覺啊 然後 感覺來了嘛 對 有feel了 感覺了 很好很好很好 可是他們總要開始了吧 典訓 就是休假 對 他不能做 你不要 不行 他不能做 好不好 你不用 對不對 真的太怪了 簡訊他寫什麼 其實是我先傳耶 你傳給他 主動出擊 是有追求他嗎 連長 你這個壯出的身材 好大的手槍 好 好痛喔 為什麼啊 就是 好怕 不知道 我覺得就是如果兩個人 有好感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會有 那個人對 對 然後 我就想說 如果OK的話 這個簡訊應該會有回復 我只是先打了個招呼 你打什麼 你打什麼 我就打個Hello而已 哈囉 對 然後就有 然後就回 怎麼這麼見外呢 小青青 讓上公 對啊 然後他就回你了 對 然後就回我了 那有沒有講感動的話 沒有 就是 我的手槍是為你而發誓 平常不開箱 對 那可是這樣很痛苦啊 那每天在部隊要見面 但已經有那個 愛情的那種萌芽了 不會很尷尬喔 怎麼忍啊 其實我在他底下很 時間很短 底下 底下 時間很短 多短在他臉上 兩個月 臉上 你就不在那個臉上 我以為是幾分鐘 他這是我二階段訓的臉長 二階段訓 二階段訓 那我十月多久 這個練起 就到現在 實境 臉長今天有來嗎 祝福 原來你是臉長夫人 沒有 現在不只臉長 現在應該不是臉長了 對啊 現在營長夫人了喔 沒有 還沒 還沒 師長 副營長 副營長剛過 準備要生了 要生了 缺營長 那你不算是開花結果 真的 這個花真的開得燦爛喔 對啊 對啊 這個花 這個是很難得的一個 真的 這個未為家談 是 太棒了 對 算也四五年嘛 對啊 結婚五年 那生了幾個小宣兵啊 兩個 而且這兩個 現在已經在縣校受訓 沒有 沒有 你是 你是跟他 你退伍又才跟他結婚 第三年就結了 所以我老大是在部隊懷的 所以部隊是可以的 可以可以 這不是那個年代 對啊 以前那時候剛剛這個 轉進到台灣的時候 一開始是不准四官兵結婚 對 因為他怕你結婚沒心打仗 但是軍官要經過申請 軍官還是可以結婚 所以他的先生是軍官嘛 誰是可以結婚 對 那兵可不可以結婚 一個是可以啊 可以亂結婚嗎 亂結婚 亂結婚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我想結婚 不知道早上我要結婚 有沒有結婚假 有啊 有啊 你這個憲兵的愛 最後有開花結果 對啊 臉長厲害 我們非常高興 接下來要當指揮官了 好 加油 麻煩 指揮官的手槍還是要保養 好不好 來這邊 我們要為這一段 這個令人這個 非常羨慕開花結果 對 練琴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也辛苦了 掌聲鼓勵 最後你看 離開了部隊還照顧我們的軍官 對不對 真的 也祝福兩位小憲兵 是 將來真的當憲兵 謝謝 來 請坐 謝謝 其實這一點 這個女性進入了部隊 其實是帶給部隊 另外一個不一樣的 清新的感覺 真的 最主要是以前我們在部隊裡面 永遠都是粗心大意 那個腿共腿 然後大家 就是一個非常 粗心大意跟腿共腿 陽剛 火藥味太重 對啦 野蠻的事情 是 現在變成一個文明的軍隊 是 很棒 調和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